啊 哈哈哈哈 你到底在幹嘛 你還覺得自己不夠累嗎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下衣櫃的 下衣櫃呢 哇 我要把 before 圖放這邊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這支影片又是一支 居家收納的單元 我就要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想要拍這支企畫 夜距離上一次的居家收納 已經是一年多前了 那在今年過年前我跟 Ray 就想說 我們同居了四年 搬進來從來沒有洗過我們的冷氣跟洗衣機 於是我們就在網路上找到了 hoho好服務他們的 道府清潔的服務 那當天我們有把線動分享給大家 結果獲得意外的好評 那我就在想說 有沒有其他我們可以做的 讓家有這種除舊不新的感覺 於是我又在hoho好服務上面 看到了居家整理的這個服務 我想說哇 道府整理 道府收納 那不是很適合我們嗎 於是我就聯繫了hoho 那待會呢 會有兩位整理師來我們家 幫我們做整理 那這件事情呢 瑞士完全不知道 所以等於說也是一給他一個驚喜 那現在在我身後呢 我已經買了很多的 新的收納加跟收納器 待會整理師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說 這個家該怎麼翻新 那希望在影片的最後 也可以拍到瑞今天回到家 看到家裡完全不一樣的 那種驚訝的反應跟表情 那我們影片開始囉 GOGOGO 好了整理師已經到了 我現在來幫他們開門 哈囉 歡迎兩位 歡迎歡迎 請進 就是空間有點小 那今天就有兩位整理師 秀秀跟雨欣 來幫我整理我跟瑞的家這樣子 我能不能先問一下兩位 你們覺得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環境 感覺狀況還可以嗎 還可以 因為現在套房都很小啊 我們看來啦 你現在地上只是新買的收納品 但是地上 還有路可以走 已經好棒棒了 真的嗎 是不是很多人都住在 像這樣這麼 比較擁擠的空間裡面 我目前見過的案例 最小的房間是240x240公分 那也太小了吧 那住一個人嗎 含廁所嗎 一個人不含廁所 可能是雅房那一種 對 那在收納前呢 可能觀眾會想要詢問 我們可能在預約之後 我們有需要前期先準備什麼事情嗎 我們通常會先有照片溝通 如果是環境上需要添購收納品的話 最好是先添購 要不然到現場的時候無法施作 那有時候也會是 如果現場的東西實在太多的話 我們也是會建議你先整理 就是先斷捨離一波 對 因為你這樣再去買收納品的時候 可以買得比較精準 是 對 也不會買錯 懂懂懂 對 那我想先跟兩位整理師介紹一下 我們家的環境 雖然我們照片上已經溝通過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 跟兩位再介紹一次 這樣子 這裡呢 是我們的鞋櫃 我之前就有買這個 它是可以自己立起來跟收納的鞋櫃 我自己覺得說是蠻方便的 等於說它幫你完全的規劃 好像鞋子不會跑來跑去這樣子 然後就剛好旁邊有個空間 我就放了我們的回收桶 因為回收桶會有味道嘛 所以我們就放離我們床最遠的地方 然後上面就是一些 我們出門的時候 會用到一些安全帽、雨衣這些 我們的鑰匙就是像 我們第一支影片 它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掛架呢 其實我一直想把它丟掉 因為我後來買掛架之後 我發現它其實不是很好用 因為它的腳其實很大 有時候走路會提倒 再加上我旁邊就是洗衣機 所以其實在動線上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一個掛架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洗手台 然後我們的生活用品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櫃子呢 也是我自己買的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放我所有的保養品 然後我們的照片 然後一些 Liliko的可愛小物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櫃子底下 還有很多的收納空間 我覺得就可以靠長一些 平常有可能會用到 但是不常用到的東西 就會塞在這個裡面這樣子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 這地方就是我們的 廚房、小廚房的概念 我們的微波爐就在底下 然後這是電磁爐 我們的過碗瓢瓢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冰箱上面呢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空間不大 所以冰箱上面就買了這個 IKEA的小架子 就放一些雜物 然後生活的物品 像維他命、魚油等等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的工作區 還有沙發區 然後現在堆了很多的衣服 因為我們衣櫃已經放不下了 所以我們只能放在沙發上 那今天的大魔王就是衣櫃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衣櫃的狀態 我自己覺得就是衣櫃用久了 東西衣服很凌亂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怎麼說 都還是要有一個好好的收納方法 讓大家在拿衣服的時候 是可以比較有邏輯說 我覺得要穿長袖、穿短袖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在客人家的時候就會 偷偷有一滴汗 真的假的 你是說這個不好是不是 不是不好 但他不是這樣用的 可是他衣服不就這樣放嗎 你看他所有的都微笑線了 可是這就是用久了 我以為這就是一個淘汰品 就是你用久他就軟掉 他就丟掉了 你看目錄上的情境 他一格放幾件衣服 可能兩三件 那你放了多少 沒有辦法 那個商品要自己加強 商品要加強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雜物區 我們雜物區除了在床底下 有一個城板之外 就是我這邊 這個架子也是我自己買的 但其實有一點小小傾斜了 總之我們就會把一些 可能廠商寄來的商品 或者是我們的冬衣 或者是一些雜物備品 都放在這個裡面 以上就是我家 目前是這個狀態 那希望在兩位整理師的調教之下 讓我家可以換人心的感覺 這樣子 我也洗我 請問一下欣欣 你說這個是幹什麼用的 因為床 畢竟是客戶比較貼身的東西 對 那我們是 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難免會有一些灰塵啊 或者是我們會碰觸 那我們就盡量 避免直接接觸 所以會幫客人準備 一個像這樣子的布 去做一個隔絕 哦 好赤裸 第一次看到不認識的人 這樣幫我整理房間 請問一下都是這樣嗎 一定要 OK 必須的 我們用了三年的衣服要拜拜了 現在秀秀整理師要示範 到底要怎麼折衣服 才可以把衣服折得漂亮又好 哪又不會太佔空間 其實我們折衣服 最重要取決於它的大小 衣服折好的大小 就是取決你的 你妝的容器 是 比如說你的抽屜 或者是你的籃子 哦 對 決定你要怎麼放 所以就決定怎麼折 哦 對 所以他們有一個固定的折法 反正就把它折四四方放了就好 對 好拿就好 對 OK 好貼心哦 還順便分顏色 這邊就是淺色系的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深色系的 有時候像挑選衣服會速度快一點 哦 而且照顏色牌看起來比較不會雜亂 是 非常建議在外的租屋主投資這個塑膠抽屜 是 因為你搬家的時候直接搬走 對 而且它的活用性非常高 穿衣服就是衣櫃 穿雜物就雜物櫃 哦 化妝品分類 生活雜物 都可以用它來分 最簡單的分法就是 比如說 夏天T恤一格 對 褲子一格 冬天的衣服一格 冬天的褲子一格 是 內褲內衣一格 襪子一格 是 那現在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狀態 這個我以為要丟掉 這個就是在 塑膠抽屜不足的狀態下 逼死整理師出來的結果 OK 這滿多人的 好 這裡也滿 我們到底有多少東西 OK 我們還有兩層可以用 我發現整理師在 摺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秀秀妳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妳現在在做什麼 因為有時候在暗場 我們會礙於沒有足夠 或適合的收納品 是 你只能先暫時用替代的 所以這些就是妳們剛才就是 進來的時候有帶的一些小物這樣子 對 有時候就是為了方便我們可以整理 因為客戶家並沒有足夠的東西 做收納 對 整理師的格式真的很多 偷拍裡面的東西 目前我們現在已經進展到了 玄關的部分了 我就在這邊跟星星整理師介紹一下 我這邊的陳設大概是什麼 怎樣 會方便妳等一下做梳理 第一層就是墨鏡類 然後有時候我戴眼鏡 我就會有一些眼鏡布拿來擦眼鏡的 第二層就是比較裝髮類的 底下就是雜物的部分 然後我是希望上面可以把它弄成 對 比較好拿取的保養品序 你們保養品是一起用 我們保養品都一起用 對 一起用真的很棒 其實蠻多人蠻羨慕的啦 好 在歷經了五個小時之後呢 家裡終於煥然一新 然後我就可以請整理師一部分一部分 幫我們講解就是我們的改造前跟改造後 多了哪些額外的空間 那就有請整理師秀秀幫我們把衣櫃打開吧 現在衣櫃呢 就整理成 哇 我要把before圖放這邊 好誇張喔 我想請教一下秀秀 你們在整理的時候 你們自己會抓哪一個主要的大關鍵 讓整個衣櫃是舒適乾淨跟好收納的 應該是說先看你的衣櫃大小 幾人份的衣服 然後現在是什麼季節 去決定說怎麼樣成色這裡面 所以其實在這邊放標籤蠻重要的 就是可以在這邊標說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這樣子 褲子的部分也是有都掉起來 而且我覺得這種掉法真的是太聰明了 這樣掉有個好處 很多人都會把它對摺疊著掉 但是你就會超厚 而且褲子會滑來滑去 可是你如果把它這樣摺的時候 微微摺一點的時候 它是又平又扁 對然後褲子完全不會動來動去 好棒喔 從來沒有這麼乾淨過耶 好讚 再來雜物件的部分 也被收納非常的正氣 我想問一下秀秀 所以這邊的話你是怎麼邏輯去幫我做安排的 因為這本來篩了很多雜物 還有冬天的衣服 那現在因為要換季了 所以我們先把冬天的衣服 換季就移走 因為這本來就是電氣櫃 所以現在過去在這之後 你就上面看起來就很清爽 這邊可以放生活備品 然後你的包包又硬又大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空墊就剛剛好 保健品啊什麼都可以 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裡變成你的那個備用櫃 然後再來是冰漿上面的這個架子 這個層架的位置呢 就是還算接近門口 可是又是你們很生活裡面 蠻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你常用的保健品啊 或者是每天要吃蛋白粉啊 對 它如果在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一戰式完成 這邊的話又靠近浴室嘛 那奶孩子的關護刀放在這邊 對 很方便 現在要開箱玄關櫃的部分 你們看底下變得超整齊的 我覺得整理室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 它會提供你很多的建議 讓你買這種到底是要幾格分好 還是這種長條型的 讓你去做規劃 這樣子你買回來之後 其實整理室就很簡單的知道說 要放哪裡 然後就把它這樣放進去 然後再把重要的東西再整理一下 讓你在拿東西的過程中 就更有邏輯順序一點點 我這樣講有對嗎 對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些都是在IKEA買的 所以可以去IKEA找 而且不會很貴一個才三四十塊而已 接著就是到鞋櫃的部分 這個鞋櫃其實之前對我來說很困擾 因為大家在網路上買的那個透明鞋盒 其實它很佔空間 秀秀就建議我買這個IKEA的 其實它不是鞋櫃 它是... 書櫃 沒錯 而且非常便宜 真的非常便宜 有嚇到 對 而且它層架很多 而且又窄 而且它尺寸又小 其實非常適合那個豬竹 你看喔 它這麼多層以外 你上面就可以放那個帽子 就是依我們的身高頭以上 這個距離去放那個東西 那這邊是外出的東西 那以下就可以放鞋子 那你一定覺得它層很少對不對 對 但是其實我們只要在下面加這個架子 這架子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伸縮感 這伸縮感 對 你加完之後它就一層變兩層 沒錯 真的很厲害耶 而且它有個好處是什麼 你在外面穿鞋子 鞋底有時候是是髒髒的 如果你那個板子的話很容易髒 可是你這樣騰空的話呢 它就不會污染別的鞋子 等於說也減少了清潔的部分 沒錯 好優秀 這個大家學起來啊 然後最後就是旁邊這個頂天立地價 我覺得頂天立地價沒什麼好說的 其實很多人在家裡都會買 不管是你掛東西 或是掛衣服也好 對 而且它這種是附帶洞洞版的很活用啊 你可以買一些附件來 看你的東西是什麼來加它的附件 對 我們現在就在掛雨傘 然後這是我們的吹風機 因為我們平常吹風機之前是放在這個區域 後來把它拿掉之後就可以放在這邊 其實也是很好做拿取的動作 之前本來是一棵聖誕樹 所以一進來的時候鐵定會打到聖誕樹 但是現在這個平面之後 你就會覺得這個璇環變大了 沒錯 那非常感謝欣欣跟秀秀兩位整理師 今天來我家幫我跟瑞整理我們的房間 那我想問一下兩位整理師就是 其實整理師這份工作 大家會覺得有點神秘 那可能有些人對整理師也會有一些誤解 你們有沒有一些補充或是想跟觀眾說登啊 我們想要說的是 其實我們真的是整理師不是魔術師 所以你家裡如果東西非常多 又想要要求變成樣品屋 那真的是有一個很大的難度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斷舍離這條路是一輩子的 一次一次慢慢做就可以了 然後今天來到派翠克家 其實他們家是 豬屋族的模範 是不是 因為他東西控制的數量非常好 你可以從影片中看出來他們還有一點小物質 好的那非常謝謝兩位整理師 待會就是晚上等瑞回來的驚喜環節了 那大家如果你們也想要有整理師的服務的話 歡迎到底下的連結資訊欄 讓大家去做點選 那也可以使用我的折扣 幫大家做一些小折扣 省一點扣這樣子 OK嗎 掰掰 哈囉 你真的很浮誇 為什麼有一個東西在錄 我在錄已經 Surprise 這裡要錄 這又沒什麼 還沒完啊 你真的要求很高啊 你 你到底在幹嘛 你還覺得自己不夠累嗎 你看一下衣櫥 什麼東西啊 你有沒有很棒 你這個收納大師我扶你 還有什麼 床底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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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到哪裡 這不是我家 我先走了 想說過完年嗎 我們家裡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小更新這樣子 然後把收納的東西都換一下 讓我們家有不一樣的氣象這樣 路子哥 這飛機杯又沒什麼 好啦那希望這支影片有給瑞小小的驚喜 也希望我們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一些 跟我們一樣做居住在小坪樹的人 有一些更多的收納想法跟收納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對整理收納 還有居家清潔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點擊資訊欄到厚厚好服務 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碼打折 他們除了居家整理之外 其實他們還有像商辦的這種整理 其實是包羅萬象的服務這樣子 對那就這樣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